现在失智症逐渐年轻化 其中30岁到64岁的年轻型失智症 就超过1.4万人 而随着人口增加 衍生的问题接踵而来 因为这些族群正值中壮年 身兼众多角色 装上蜡烛两头烧 需要奉养父母或养育孩子 生活压力沉重 甚至因此被迫离开职场 原本肩负家庭经济重担 可能风云变色 全家垮了下来 而部分个案未婚 只能由年迈双薪照顾 处境悲惨 然而我国现有的政策 以照顾高龄失智者为主 年轻失智者成为 盛会咒诸网遗漏的族群 一时指出 年轻型失智者最迫切需要的是 专属日照中心 提供更多元照顾模式 而台湾失智症协会顾问 汤丽玉就呼吁 政府应该尽速订定 失智症专法 才能解决失智领域 所面临的困境与需求 以上是目前找到的这一消息